She's a perfect symphony It makes it easy for me To ride a love song I could go on it 先拍一下 Hello,這隻Bird Hi 你真的覺得 嘩到很多Bird 先拍一下Bird 嘩 好厲害 Hello,我是阿Mo 離開東能代之後 我們就搭JR來秋田 這間酒店是這麼多晚最似的 好大啊,還有沙發 嘩 這不是的,是我們的房間 嘩,這裡可以收到個人了 今晚誰會在這裡 拜拜 拜拜 廁所呢,就有什麼呢 有風筒 仔細看看有什麼神奇的秘品 這間酒店有驚喜 牙膏 我這次是Saving Cream 棉籤,化妝棉 接著有浴缸啊 就沒有積氣了 多數現在日本都是這樣 三彎給你按 秋田市觀光 嗯,可以 這個是我剛剛拿出來的 是嗎 這裡可以收到個人 今晚誰會在這裡 拜拜拜拜 叮叮叮叮叮叮 欸 你裝模作樣 欺騙我的感情 哇,還有浴衣啊 還放在這個床上面 你看 床頭有筆 有紙 有電話 都是那些 其實很單位 本酒店 看看景色 那景色呢 有點了 一看出去就看到秋田的食門河 嗯 都算窒了少少,但都OK 嘩,我想要大盛多些肉 怎知道要浴少肉 這個是鹽燒 是 這個呢 腐皮湯 吃完這盛椒我們到香港見了 好餓 收機,吃飯 今次在秋田的酒店 我們就選了來JR秋田站 之後845米秋田食堡飯店 讓大家看看我的價錢 我們三個人呢 預約了一間stand-up twin room 加一個床位 包早餐年稅 都是港幣1200元左右 即是除開每人411元左右 一晚 早餐都是日式西式混合為主 本色不算多 但都頗有特色 不過 在這裡早餐有特色 有雪糕 只差百兩球雪糕 如果普通的多士 用北海道的牛油 和秋田原產的果醬 都滿足不到你的話 都可以試用雪糕來搭救 吃飽飽之後 就可以反轉這張卡 告訴職員知道你吃飽了 在這個時候 職員姐姐突然走出來 原來她手上拿著我的電話 OMG 她是天使啊 好了 我們現在數回上房 順帶一提 樓下除了有一間7分便利店 可以直通酒店之外 但在唐區還有一間小小的麵包店 總括來說 房間算大 而且近JR秋田站 我最愛都是他們用日本酒店專用的 杏仁芬衣草的香薰洗壺土裝 真的很香 很厚 那陣子沒有買到 不過無論如何 如果大家來到秋田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間酒店 先看一下 Hello 你好 真的覺得 哇 好厲害 哇 好厲害 好厲害 碰到你了 還不走 給我 這條是中土橋 從中土橋走進千秋公園 先看到一座1979年設立 兩尺高的九寶田成績石碑 但這個公園到底有什麼神秘呢 原來千秋公園是一座 在成績舊紙上修建的公園 也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九寶田成績一帶 這座城的建造至今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來到這個就是千秋公園 現在就是松下門即 一路走一走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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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九寶田成建於1602年 在江湖時期掌握軍事權力的明年亡族 秋田凡主佐竹士所居住的城市 相信大家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都會對這個圖案有印象 佐竹士的家聞就叫仙月 或者叫日之遠善 好戲 來表這棵填色的葉 真是紅葉 好美啊 十級以上我們來到百繁秋田神社 這一座簡潑而寧靜的百繁秋田神社 供奉著初代繁主、助足義信和歷代繁主 是秋田園有型的重要文化遺產 在2005年的時候 因為一場火災不幸銷毀 不過現在就可以看到它重建了的面貌 這座神社仍然受到當地人的景仰和歡迎 其中當地人更會在這座神社 祈求合格和必勝 見到這麼多御守和賄馬就知道了 可惜我和企鵝已經脫離了學業這件事一段時間 不然也想做個 在1880年城內大多數的建築因為火災而損毀 目前城內的建築還有後來重建的本縣與偶佬 跟我們早兩集去過的橫錢城不同 九寶田城寺武天首 這座東西都已經整百年了 如今的九寶田城與偶佬 是秋田市立在足飼料館 館內陳列著九寶田的歷代繁主 當然都包括了在足市立的公職 和當年留下的武器等等 我們現在在哪裏呢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亂武的那些 就是他們的守望台 穿燈 還有武器處 穿燈是不是特別有鷹鵝在這裡 是呀 沒錯 這裏就是本縣 當時是繁主主的地方 其實很多都已經變成廢墟了 上到來頂層又是大家最愛的看風景自家 不愧是寮望塔 真的可以看到很遠很遠 入場只需要100日圓就可以享受到這個無敵的城景 真是超值 老實說看這些城 通常裡面都沒有什麼好看的 因為這些城大部分都是 倒過地震 然後再重新興建 所以其實很少是 就是保留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想到 通常都是復收過 但是最重要的這城是怎樣呢 就是去到最頂層 通常都有一個展望台 可以看到整個全景 哇 你看秋田市的全景 我都發現它現在很多風車 在再生能源到 另外這邊的樹高了一點 所以就沒有什麼可以看到 看到很多很高的松樹 走過來這邊 都還有一些屋可以看到的 其他人可以看到的 吃豬 有升降機的啦 不用那麼看路的 欸 小鳥 你就站在這裡 跟你拍吧 哇 很漂亮啊 葉子這樣飄下來 你看 好像即將有大廚內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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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漂亮了一點點啊 走了一會 我們還去了另外一個千秋公園裡面 幾出名祈求合格的神社 微高實社 都有不少當地人會在這裡 舉行結婚意識和祈求平安等等的 我們上一秒說完這裡的河花沒有人修理 下一秒就 一說完 那些借了的 都有人來收他給的 最後雨天寶寶也是出現了 唉 那我們呢 就被迫腰斬這個千秋公園遊 哈哈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事 這個都是旅行的樂趣來的 所以我們都是信應之言 準備下一集 最後一集去成江啦 Hello 日本妹 你不可以知道我日本 為什麼你有把傘 終於有傘啦 三把傘 剛才神社那個阿姆問我們 你是不是要把傘 然後 就是那個 給錢的阿姆 然後 我就跟她說 喔 那些別有的你送過別有的阿 所以大家先 喔